大家好,我是Alan 之后就是我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学习一下Paramacal基础这门课程 在这门课程里我们会了解Paramacal它的很多原理 很多实际的操作方法 并会看到一些与实际项目中或者工作中遇到如何来运用Paramacal来解决问题的 这么很多的操作 下面我们就来学习第一节课 第一节课就是介绍Paramacal的基本的一些原理 然后这些课的课程目标是介绍Paramacal的起源和发展 了解与Paramacal相关的一些SSH的一些基本原理 然后看谁在使用这个Paramacal 最后就是我们安装Paramacal的执行环境 首先来看谁创造了Paramacal呢 是Jeff Fosico 他创造了Paramacal的项目 我们可以看一下PPT的右边就是Paramacal的本人 好像是正在看着远方 他的项目主页就在后面标示的网址上 大家可以去看 上面有很多相关的信息 然后他是开源的 这个项目是开源的 他的圆码维护在GitHub上 然后这个只要稍微搜索一下就能找到他的圆码 然后GitHub大家应该也知道 他是一个全球非常流行的一个 圆代码的一个版本管理的一个在线服务提供商 谁都可以在上面申请注册 就是建立一些项目 然后去维护 我本人也在上面有一些个人的一些项目 之后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当然这个Paramacal它是非常著名的一个 一个SSH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项目 然后很多人在上面贡献他的圆码 当然这个GitHub他是一个主要的维护者 我们首先看一下Paramacal的起源 最开始他是用Python的对这个SSH进行了一个潜的封装 封装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他就是对一些面向对象的方法 就是说把一些 简单来说就是把变量和方法给他封装起来 给他包装起来提供一些外部的API 供大家很方便的去使用它 比如说SSH它很复杂 但是通过它的一个包装 把它很简单的提供给大家使用 那么问题来了 什么是SSH呢 简单来说 SSH就是用于计算机之间 加密登录的一个网络协议 协议就是端对端的一种通信 一种交互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SSH它有什么特点 比如说之前的传统的网络服务 RSH啊 FTP啊 POP啊 它有Net啊 这些本质上都是不安全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网络上用名文传输数据 连它的账号跟指令 都是用名文的 很容易受到一些攻击 比如说它可以从中间 截获你的这个账号 指令 甚至修改你的这个传输的数据 冒充用户来修改数据 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些操作 而SSH它目前是比较可靠的 就是专门为了这个远程登录绘画 和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这个安全性的一个协议 另外SSH协议可以有效的防止远程管理的过程中的一个信息泄漏 通过SSH还可以对传输的数据进行加密 可以防止DNS欺骗和IP的欺骗 SSH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说 它传输的过程中可以对数据进行压缩 当然压缩的话 它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说 本来是很大的一块数据 但是它里边如果是压缩力很高的话 它就会把数据变得很小 然后这样的话就会加快网络的传输速度 另外SSH它也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它可以带去这个Telanet 甚至为其他的这个网络协议提供一个这么安全的通道 这样大家就对这个SSH有一个大概的一些了解 那我们如何使用SSH呢 那SSH是又是如何使用的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常识 SSH是Unix系那个操作系统一个标配 比如说Linux OSX上标配 比如说我这台机子是Mac 它是基于OSX的 上面都是默认装机的时候都带有这个SSH的这个二级制 是可以直接用的 那我们如何来看机子是不是装有这个SSH呢 比较简单 我们把命令行打开 把Shield打开 然后通过Mand 看它的装有SSH 对我们可以看到 Mand的话就是对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子上带着指令的一个查询 它的是一个open看它的介绍 是openSSH的一个client 它上面有一些指令如何操作呀 描述啊什么的 然后我们退出 然后这个SSH 它的命令行 命令行是基本的是这个SSH加上这个 啊 username和IP 默认端口是R 啊 就是它的使用其实非常简单的 嗯 我们一旦知道一台机子的它的那个IP跟用户名和密码 就能用SSH来进行登录 这样就可以进行一个 然后就可以进行交互式的一个操作 而且上面看它的特点 它是嗯 就是经过加密的 是相对安全的 那我们本本次课程所用的这个permico和SSH 这个嗯 有什么嗯 比较起来有什么特点呢 相互有什么特点呢 嗯 首先SSH它是自带的 使用非常的简单 但是permico呢 它是一个呃 更高层次的一个封装 它可以实现更复杂的命令 然后嗯 一个实际中工作中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当面对自动化运维的时候 面对嗯 几台或者是几十台 甚至上百上千台机器的时候 你写siu脚本 用SSH指定 写siu脚本是非常麻烦的 而且siu脚本的话 本身它的语法 嗯 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太好 太好操作 但permico它是基于python的 它明显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嗯 这个python语言 它本身这个语法非常的简洁 脚本非常的好写 嗯 permico又是基于python的 嗯 所以说用permico来操作这些指 这些指令的话是相对容易的 嗯 然后permico有更好的扩展性 嗯 我们之后就可以看到 其他用permico的一些扩展 但是用这个ssh的 嗯 直接用它这个share的话 是比较扩展性是很差的 据说我们就看到了 permico它显然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嗯 我们可以看一个呃 这个视频看permico的一个发展 它从最初的几几行的这个代码 变成最最后的发展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一个项目 啊 非常活跃的一个项目 看它的速度 它是非常速度是很快的 你看它就通过这个视频 它的项目是不断壮大的 对 然后permico它的发展也是非常的稳步的前进 嗯 我们就看一下谁在使用这个permico呢 嗯 首先就是在自动化运维的 就是dpops这个领域内 它在广泛的使用 然后而且很多基于permico二次开发的工具 最著名的就是这个jef本人 他他既是permico的一个呃 呃维护者也是fabric这个基于permico进行二次开发的一个运维工具的一个呃维护者 就是他本人在permico的基础上开发了fabric呃 呃 当然有其他的开发者基于permico进行了其他呃 呃 适于 适用于自己项目的一个很多各种各样的二次开发 在网上都是可以查询的到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permico它作为一个ssh的python的2的一个就是封装是非常的有用 而且是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所以说我们学习它是很有必要的 呃 那这样我们就来安装这个permico 呃 首先我们建议安装在osx或者是linux机子机器上 比如说呃 可以安装在max啊 因为max它呃 是unix系的 它的命令行执行非常的方便 然后也可以选择linux机子 对初学者我建议选择ubantool 因为它也是网上资源比较多 而且比较容易操作 呃 嗯 不推荐windows 因为windows家的话它呃 网容易报各种各样的错 因为permico它是依赖 呃 其他还有依赖其他几个python的酷 呃 所以说 安装起来 过程中可能会因为版本问题出现一些错误 所以说建议在前两者的操作系统上安装permico 呃 另外为了开发部署的方便 我们建议利用ventual evenv来建立虚拟环境 然后最后我们就可以愉快的安装这个permico了 呃 首先来呃 呃我们还要熟悉另外一个python的一个呃 呃 软件包的管理系统 pipe pip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以python程序写成的一个软件包的管理系统 它可以安装和管理软件包 另外呃不少的软件包可以在这个python软件包中 有就是在它里面可以找到它的所以 呃 所以说呃 如果没有安装pipe的同学可以先 嗯 搜索 然后安装pipe 然后我的这台基础上是默认安装有pipe的 是已经安装好的 然后我们嗯 接着就来安装这个virtual env virtual env是什么呢 virtual env是呃 创 通过创建独立的python开发环境的工具 来解决依赖版本 以及传线的问题 比如说呃 我这台机子上有开发了多个项目 比如说有jungle的 有flask的 呃 有这个permico的 然后我们这三个项目 它它依赖的 呃 一些modules 是不一样的 是是是是各种各样的 但是互相之间呃 又依赖的东西 又呃 又没有什么交叉 呃 而且它可能依赖的python的版本 或者是呃 依赖同一个module的 它的版本是不一样的 呃 如果放在一个开发环境下 就面临着这个module的 这个版本管理的问题 呃 virtual env就是 要解决来这个问题 呃 就是把当前的python环境 同其他的python环境 进行一个隔离 嗯这个激活的这个 这个就是安装这个virtual env之后 就可以来这个激活 呃 install来激活这个python环境 就是安装这个python环境 然后就可以了 呃 关于这个编辑器的话 就是今后课程中 还要还要用到一个python的编辑器 我们推荐这个 呃 pycham 其实就python 于一身是非常的强大 调试也非常的方便 可以建立各种各样的 基于python的这么一个工程 呃 是非常推荐这款编译器的 然后我们今后课程 编写代码 很多情况下 也是依赖于这个编辑器 嗯 最后我们介绍一下 学习permico 呃 课程的一个基本方法 首先我们要有一些目的性 其实我们就是通过 permico为桥梁 学习一下这个 呃 自动化运维的一些 基本的思想和一些方法 呃 以及一些实践 然后我们要 呃 平时要自己要学会搜索 怎么搜索呢 为什么要搜索呢 就是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呃 可能你的问题是比较独特的 呃 别人 嗯 一时半会儿没办法帮你解答 而且你自己又很 困扰的话 又可以借助搜索引擎 我推荐的话 大家用谷歌这个搜索引擎 它是能精准的帮你找到你所想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或者是途径 当然 嗯 没办法 谷歌的情况下你也可以用兵搜索或者是甚至是百度来解决 嗯 呃 另外就是说 呃 多写代码 当然是在你掌握了它的基本原理的情况下 甚至说你是简单了解它的基本原理通过来多写代码多多模仿已有的一些 视力来进一步深入的掌握这些呃 这些库啊这些各种各样的代码那个我们教的一些方法啊就是以后课程中的一些一些 示例都可以自己下来呃去实践一下 另外另外就是要保持浓厚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兴趣 呃因为计算机这门课程就是不断的更新换代 要不断的去呃去学习去更新自己的知识 呃一旦停下来的话可能我们的知识就已经呃过时了 所以说兴趣是非常好的老师 最后我们就推荐大家要利用好gethub 呃其实我建议大家都去 gethub的网站上去住 如果没有注册的话可以注册一个呃 账号 然后尝试一下了解get的一些基本的命令 呃gethub的一些基本操作 呃能够呃去建一个简单的一个呃 就project去上去呃甚至你可以不写一行代码 但是你今后就可以比如说我们课程中所呃 如果有布置一些简单的练习就可以放在gethub上 然后供供我们就是版本管理呀 还是说提供给大家一起探讨啊都是非常好的 呃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这样的练习 对